自10月底以来,国际油价持续下跌,WTI原油更是连续12个交易运下跌,创下了史上最长连叠记录。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一方面是石油需求降低,另一方面,美国原油固存以及产量持续增加。 短期内,国际油价上涨还是比较困难的,虽然沙特等过于减产的消息提振了油市,但是因为俄罗斯还处于观望状态,油价总体人类出现大幅反弹,最近很多车主在说希望油价能够越便宜越好。 最后是降到三,四人一生,降这么低现在是不太可能了,但是成品油价格回到六块多,这个愿望倒是有可能实现。 进入11月以来,国内油价经历了二连跌了,成品油价格从八元跌回到了七块多,距离下一轮油价调整窗口开启11月30日,20、40日,还有七个工作日,预计本次油价将继续下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